看这两个小baby坐在这张椅子上观望着外面的景 今天早晨我先生上班以后 我出来给前任的花草浇浇水 小猫小baby就在这个椅子上看着我 小白好像要出来赶快关注 自从我们两个开始隔离 我好像就没出来给前任交过水 花草又被晒得干枯了 待会再把这些枯的树枝叶再给清理一下 而且正好今天又是收垃圾的日子 我们昨天已经把这个桶推出来了 这样就比较方便把外面的树枯树叶再清理到垃圾桶里 干完活回到屋里休息一下 我们小猫也累了 趴在我身上也要睡着了 今天早晨我五点四时就起床了 即使这样早也比我先生晚起了半个小时 这会儿才是早晨的九点 但是我已经空了 我要赶快来睡个觉 这两只小猫也撵到了我的床上来了 自从小尹来到我家以后 我们小白又恢复了以前的活力 早晨我先生对我说 小白昨晚上一整晚都睡在她身边的被子上 害得她整晚都不敢翻身 小尹可以意思了 自从来我家以后就喜欢钻到床底下或者沙发底下睡觉 我现在把我们家的那个沙发底下都给堵住 把客房的房门也关住 只要一有空就钻到了我们的床下 在我先生头顶的那个下面睡觉 她现在已经能够白天睡在我们的身边 或者是睡在小白的身边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情 昨天我妹妹打来电话说 她带着我妈去政府大厅办理护照 结果那里的工作人员说 怎么才能够证明你们是母女关系 我们现在都接红这么多年了 户口早从那个家里头迁出来了 而且户口本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回了 这种关系让一个普通百姓如何去证明呢 我当时一听就非常的气愤 证明这件事的应该是你政府的系统 你政府应该能够查出这种底子 我们老百姓怎么去为自己做证明呢 再说了我们就算是写个东西 证明我们是母子关系 你们能相信吗 结果我妹妹一听还很生气说 你不要抱怨了 让你找你就去找 我说我去哪找 他说你可以找你的档案呀 我说我都离开工作单位多少年了 那个档案在哪里我现在都不清楚 这件事就让我心里很堵 一个是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吗 二是我妹妹对我的这种态度 让我觉得她真的是太不明事理了 面对这些刁难 不但不生气还很理解 我真的以前在那种环境下吃尽了苦 所以深有体会 一有这种事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很多时候老百姓办事太难了 这种事情牵扯到 到原籍公安局去查档案 没有关系 没有熟悉的人 普通老百姓能办得成吗 随便一个小职员就可以把你拒之于千里门外 有时候被逼的你不得不大喊大叫 大吵大闹 用气好的话能够惊动他们的领导 过来给你说句话 也许能办成 用气不好的话 吵了也白吵 也没人理你 以前就听说过 有人拿着父母的工资单到银行去取钱 银行人员说 不行 必须要证明你们的父子关系 结果人们把户口绷也拿来了 银行的人又说 不行 必须要让他绷人来 结果把这个人给欺诈了 因为他的父亲躺在床上 不能动他 难道还要拿单价把他抬来吗 这些荒唐事 以前没落在自己身上 就觉得是一个笑话 听听也就完了 没想到这种事情 总有一天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健全的社会体系 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的一生当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要么你有权有势 要么你就得学会脱关系走后门 不然总会有一些关卡 把人给卡住 这种脱关系走后门的腐朽文化 让很多长有权势的人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同时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实惠 老百姓要想把事办成 不给他们送点好处 那是办不了的 还有一些人还挺享受这样的过程 把求人办事当成一种享受 本来顺礼成章就可以办到的事 就因为他们的恶意奉承 让这些长有一定权力的人 变得更加傲慢 一下子觉得自己身价 好像长了多大似的 那些不会奉承 不会溜须拍马的人 也不会脱关系走后门的人 就被踩在社会底层 永远都没有出人头地的日子 可悲的是 我家里的好多人 并不认识到这一点 比如我妹夫 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才能 很有报复的人 就是因为不婚那一套 被体制排除在外 现在哄得连个编制都没有 干着和别人同样的 一份技术性的工作 却拿着不及别人一半的收入 就这样我妹妹都没有认识到 他们之所以哄不好的原因所在 小白 在一刺响呀 故意把那个尾巴甩来甩去的 让小姨当成一个玩具的去玩 哎呀这个大哥哥太有爱了 小白懒得跟这个小朋友玩 所以把尾巴拿出来跟他骂 太聪明了 小白又聪明 又善良 又慈爱 你也在这玩你哥哥的尾巴 现在我们小白会带妹妹了 小白带妹妹的办法就是拿尾巴哄着他 哈喽 你们又来晒太阳来了 看笑影的眼睛 笑影的眼睛 一份成 优优独播剧场上 小白带妹妹的声音